欢迎回到前线百分百 第二季到底有哪些产业 可以继续乘风破浪漆 航股又有哪样 我们现在先回头来看到第一季 今年第一季以来 前十大的标股落在哪里 我们先看到第一名就是试剂 飙涨了416% 接下来是试电 飙涨幅度有146% IC设计还有重电股 一发飙涨有231% 我们看到姓利英季 南郡国际神盾 还有新复兴君华顺耀 这些都是今年第一季的 十大标涨股 还有机会标吗 还是说其实第二季的看点 在其他的产业面 我们要先请冠情老师上台来 冠情老师我们要知道 这个第二季迎来了 我刚刚已经说台北股 是两万点的高点了 哪些族群在第二季 才有机会继续带动台股向上 我想我们刚刚第一个阶段 看到这个群艺投股的一个预估 事实上我个人认为 两万乐真的蛮有机会的 因为其实我过去去观察 这群艺投股 他这一波的一个看法是蛮准 所以老实说两万乐会到 我觉得也不意外 因为之前也有另外一个分析 我们在节目跟大家讲过 现在挥达的这个市值 大概2.38兆美金 那台积电大概 如果要达到1兆美金 就是说等于是一半的挥达的话 台积电要到多少钱 要到1200 那如果台积电1200的话 台股大概是3万点 3万点以上 不是3万点而已 所以2万2说不定是中计战而已 当然我们希望真的有些达到 这样子大家应该都赚得到钱 当然如果说台积电 有办法涨到这个样的程度的话 我们也跟大家讲 其实第二季的一个选股的逻辑 一定是强者很强 对不对 当然强者很强里面 当然是AI跟AI周边 这一定是它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商机 你可以看到 老实说你还涨那么久了 我想呢 其实你如果在去年的6月份 哦 辉达已经涨到400了 你不要再玩了 结果你转眼之间 辉达已经900了 对不对 你看到这个美超围 我记得在前线跟大家讲 美超围都 美超围大概110块120块 结果呢 美超围现在多少 1000了 对不对 你如果说嫌它涨很多 我想呢 说真的 这个你都赚不到后面的钱 但是你可以知道 AI绝对今年 顶多是AI二年 去年是AI元年嘛 今年是AI二年 我想呢 要大家感谢这个 除了感谢黄哲勋之外 就感谢OpenAI的老板 奥特曼 能够想到这种东西 让你说真的 现在老实说 很多公司AI 你还看不到商机在哪里 可是呢 厉害的公司 类似像亚马逊 它早就用AI在赚钱 只是它偷偷赚钱 你不晓得 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整个AI跟AI的周边 其实这个范围非常非常的广 那我今天只把两个范围抓出来 并不代表说只有PCB 只有DDR5 我们只能是从AI衍生出来的东西 不代表只有这些 因为其实呢 很多跟AI有关系的 包括我们在这个昨天节目提到的 像类似像 如果说你AI要传输 AI的这个运算速度要很快的话 你传输度要变快嘛 难怪核琴会告诉你说 今年就是 这个10Gポン跟2.5Gポン的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交替年 所以未来10Gポン就会上来了 甚至Wi-Fi期 现在Wi-Fi期占比就一点点一点一点 然后呢 未来成长会很大 因为呢 传输度变快了 这部分我就不讲了 因为上个礼拜 应该说说 应该昨天已经讲过了 那我们在谈到的部分是什么 是PCB跟DDR5 当然PCB其实很简单就是什么 电子产业之母 其实什么电子产业 包括你手机使用的 包括你Notebook使用的 反正你没有PCB 你什么都做不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来看 我们先看是DDR5嘛 对不对 我们看DDR5这一块好了 其实DDR5这一块呢 很有意思在于说 今年其实最需求的 就是HBM 所谓的高频宽记忆体 因为AI需要用的 非常多高频宽记忆体 那你说高频宽记忆体 跟DDR5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啊 它就是DDR5 一块一块把它叠上去 它不是用DDR4叠的哦 不是用DDR3叠的 它是用DDR5叠上去的 当然不是说 万一我买来自己跌就好了 没那么厉害啦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 就是说要有办法跌上去嘛 所以我们把它整个拆解出来 因为说真的 台湾你要说有真的 HBM概念股的话 你要去选到创意 哇 股价那么高 这个乙顶股价也很高 但是呢 这个创意会跌 乙顶还不会跌 乙顶要去买来跌 所以很麻烦 我们在往退额求疑是好 那能够做到DDR5的商机的 有哪些股票 其实老实说真的不多 你不要以为到处都是耶 没有耶 华包你有没有DDR5 没有啊 南亚科有没有DDR5 今年下半年才有 所以现在有跟DDR5有关的 很可能就只有冒达跟优群 虽然说我们在前线讲的非常多次 但是我对他们看法 还是非常非常看好 因为它就DDR5嘛 那冒达部分呢 因为AI伺服器和AIPC 它全部搭载DDR5 我们刚刚讲的 HBM是用DDR5叠起来的 所以你今天 你没有买AI伺服器 你没有买卉达AI伺服器 这个没关系 但是怎么样 里面就有什么 HBM啊 然后呢 DDR5的PMIC 它已经布局了四年 出货很畅旺 所以在今年前两月的营收里面 你看到冒达的营收 就远比其他的这个 所谓的电源关于IC还好 所以但是怎么样 后续可能会有人切入啦 但是你说真的 我已经布局四年了 你今年才开始布局 或你去年开始布局的 你要怎么赢我 恐怕不容易赢我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冒达的周线图好了 我们看周线图啊 其实冒达 老实说我们要缩小一点来看 我们看周线图 对 你看嘛 先前其实这一波 怎么找到286 也是因为DDR5的PMIC的关系 当时大家说 DDR5用上去之后 冒达要发财了 但是呢 结果因为遇到什么 2022年的时候 事实上整个消费电子大衰退 所以呢 做出这么大修正 对不对 然后现在怎么样 这一波其实我认为 往前波的高点的挑战机会 是非常非常的大 对不对 刚好最近回档 回到200元附近 它这200元附近的支撑 是相当的强劲 所以你不要小看冒达 因为毕竟啊 我们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准备那个图 DDR5跟DDR4的不一样地方在哪里 就是这个DDR 应该说这块记忆体上面呢 它这边多了一块PMIC 这一块就是它新增的一个商机 那冒达就是做这一块 所以你去看到老实说 这波回档我觉得 应该是适得其所啦 反正就是让你有机会去买嘛 是 再来看这个下一张 第二个就是优群 优群最近股价很强喔 冲上去就下来 不过很好玩在于说 它法说半文就下来了 那法说讲了什么 其实我没有去研究啦 不过下来才好啊 下来才有机会买嘛 有进场点 对 它去年第四季毛利率51% 是创历史新高 它其实它说真的 这个材质波做的连接性 你做到创历史新高的毛利率 而且是51% 我觉得很厉害 其实它去年 应该说去年第三季就很强了 它去年第三季的毛利率 就已经历史次高了 就已经大概49%左右 那它主要是为什么 它的DDR5的连接性的一个品质效率 比棚业都还要好 然后呢 DDR5的Long DIM这部分 这是提供给伺服器部分呢 它的比重拉高 其实过去优群一直是 NB部分占比 非常非常高 我想很多优群 这个NB部分的这个 它的一个插槽 DDR5就是那个插槽的部分 都是有优群提供的 但现在是什么 它把这一个伺服器部分拉高 而且伺服器的客户 哇 Meta 今年涨多少 涨翻了 对不对 这个真的很厉害啊 美超微更不用讲 从去年涨到今年还在涨 涨到怎么样 涨到公司再发 增发200万股下来 股价跌完 又没事又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它的主力客户涨这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线图好了 我们缩小一点来看 它涨这样子也是刚好而已嘛 你说涨翻天了 涨中文股票 投资朋友 它主力客户涨的样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可以看SMC 我们看一下这个 美超微的一个周线图 它是这样子涨 美超微去年还涨赢了回答 它涨了1000元 它涨了1000元 它涨的倍数是将近 记得是七倍八倍左右 所以你说你先要看一看 那优群 那优群涨那一点点而已 说真的只涨一点点而已 然后呢 我们回到这个刚刚的字卡 第三档股票 这个要下半年才有 因为它去切入美系大厂的 HBM设备供应链 这是下半年的事 现在应该也还没有做 或者正在做 因为呢 其实红硕的东西 红硕的机台 很多自己做的 然后自己做的呢 其实就需要什么 需要6到9个月时间 所以如果你现在跟它下订单的话 你可能就6个月之后才领得到 其实你看台积电都知道 台积电大概去年6月下订单 红硕12月开始交货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应该是 也是今年下半年 有机会开始交货 那这个美系大厂 美系大厂做记忆体的 就这么一家嘛 美光嘛 对不对 它不是 如果它今天写韩系大厂 你要猜还是三星还是海力士 不好猜 对不对 所以这就美大厂 大概就是美光 因为新闻是这样写的 那我们看到 其实HBM供应链一切入之后 我想这个应该是后面 应该不错 我们看一下这个搜线图好了 其实这一波一度来到1075元 这个但是怎么样 因为老实说 本益比老实说1075很高 但是等到下半年之后 你回来看 应该就 我是认为说应该就 本益比就低很多了 因为真的开始出货了嘛 而且自治机台的好处在于哪里 在于说 它的毛利率是比较高的 那法人其实他不是只有看 EPS多少 他要看毛利率好不好嘛 所以说红硕现在是满手订单 出货等待半年 他一路望到下半年 基本上就有机会了 应该是没有错 而且但我是认为说 因为现在比较贵啦 拉回再买嘛 我希望他大幅拉回 如果拉回到600啊500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想包挂从DDR5 甚至我们刚讲的另外一部分 PCB 电子之母啊 其实我在前线很喜欢讲PCB 大家都误认我们 听起来特别有研究 其实不是啦 因为PCB是一个 这个产业很有意思 其实去年 前年下来 整个台湾的PCB产值是往下掉的 你看整顶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 有些公司它不一样 我提到这两家公司 它就特别不一样 一家叫做金箱店 一家叫台药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切到AI嘛 那完全不同 那如果你是传统的NB部分的PCB 十之八九啊 都是往下掉 所以全体产值是往下走的 但是很有意思的在于 高股息都去买那些传统的 所以到底对或不对 我想呢 以后你就知道了 金箱店其实大摩的一个报告 写得很明白 他说AI的占营收啊 去年Q4已经达到20%了 这算蛮高的哦 那今年AI伺服器营收 它认为成长上看一倍 这都是大摩讲的 这都是我讲的哦 它里面提到说 OAM跟UBB啊 所谓的加速板 跟所谓的一个这个布板部分 它现在目前是 挥达认证供应商 然后呢 公司也看好说 未来要切入挥达的交换器板 所以你挥达做的板子 我几乎都有办法做 为什么 因为金箱店 它的一个技术层次啊 56层 这个本人在节目当中 讲的N次了 写在网站上写得很大 他怕你不知道 所以他应该算是最会做的 其实你也不意外啦 技术层是56层 代表什么样的技术顶尖 帮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其实你看到像镜棚啦 像是这个 你说举例镜棚 镜棚车用做很多 那个大概是 两层板 四层板 六层板 八层板 十六层板 这次是56 所以56层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里面放更多的电路 对 而且能做得更详细 那你也想得到嘛 要把56层板堆起来 而且一样还是一块板子 那个技术要 技术要更高 因为你堆的更多层 没有错 其实就要你知道为什么 其实过去金像电的股价十几块 华通股价一直是五六十块 但是怎么样 你看现在不一样 现在金像电已经非常的厉害了 对不对 金像电其实今年最高是284元 老实说 这一波回档 我觉得也是让大家有机会去买 因为毕竟 AI的含量那么多 那金像电其实它一直往哪里做 它在往网通部分 在往伺服器部分 其实过去呢 华通就是一直往消费电子 其实你说华通比较厉害 还是机箱比较厉害 我认为华通其实还是比较厉害了 但是华通一直往消费电子做嘛 可是我们也顺便讲到华通 其实华通今年不太一样 在于说 其实华通AI也有订单 华通低轨卫星订单 接到满出来了 所以你去买到其实华通 如果说你觉得机箱电很贵 没关系 你回头买华通 最近怎么样 最近其实在整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切一下 可以切投信买卖超吗 最近有某个高股息的ETF 一直在卖华通 一直在卖 对不对 那最好就把它卖完吧 未来会后悔 我只能这样跟大家报告 那我们回到刚刚的一个字卡 其实另外一档 其实去年少数成长的叫什么 叫做台药 它是全球最大的高速CCL的一个供应商 对不对 它在社评领域 有多年的研发经验 重点在这里了 先进毫米波材料 用在哪里 卫星 对那种很先进的 其实老实说CCL台湾就三家嘛 台光电 台药跟联帽 其实他们都很厉害 每家公司专长都不同 台光电是专长是消费的 然后怎么样 AI占比很高 但是台药其实其中一个东西 跟人家不一样在于 社评领域的 所以你要卫星的话 说真的找台药也可以 但台光电也是可以啦 那这部分怎么样 除此之外 它这个部分呢 我们讲到这个 社评这部分就是卫星部分 它是国家队 它是跟高级新汉工研院 去布局3.2T的超高速连接器 3.2T是什么概念呢 现在多半 现在普遍的企业级的400G 今年大概看到都400G 所以下一个世代是什么 800G 已经有人用800G了 然后呢 800G的下一个世代就是1.6T 那1.6T下一个世代是3.2T 大家听得懂了吧 所以现在 等于怎么样 它已经跨过 跨过三个世代 它在布局3.2T的一个连接器 为什么它的技术可以那么长 因为它就在研究 色频领域这些部分 它研究了不少 而且包括什么 它除了色频领域之外 包括什么 它有一个 应该说它的官网上有写到 HSD叫什么 就所谓的伺服器的高速传输的领域 还有包括HDI领域等等 其实它的一个技术层面很强 而且其实过去 除了去年以外 其实以前长期间 台光电的股价是比台药还低的 那去年前年不一样 因为台光电后来居上 可是你看到 如果以技术层次来讲的话 事实上台药技术层次是不输台光电 就是台光电更早打进挥打 就这样而已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 如果以PCB来讲的话 事实上应该说这个行业 如果跟AI的挂钩很高的话 我想还是值得去追踪的 是 但我们刚刚看到金像电 金像电在第一季的时候 有看到了股价的一个短期的一个高点 那如果它这样子 其实继续在修正下来 如果观众朋友想要做技术操作的话 怎么样建议呢 我觉得其实就一个长期看法 当然你说要它回到200元 恐怕不容易 是 对不对 恐怕不容易 但是怎么样 250元附近呢 我认为就是一个好买点 其实这一波为什么会修正 其实跟投信有点关系 为什么 其实我们刚刚在讲 上一期是讲这个高股息ETF 很多人想去搭车嘛 那投信你说投信要不要搭车 你940有1752亿 939有这个4500亿 我是不是我先把我的 主动型的一个资金出掉 去换被动型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等到搭完车之后 我就顺便卖一卖 有搭到的就搭到嘛 那没搭到的 我可能砍一砍再出来 就像抢银行一样 不管你有没有抢到 你都要走嘛 对不对 那走完之后会不会回来补 其实你看到 其实在这应该说 最后三月份的最后两周 这最后两周嘛 已经开始在回补了 对不对 我们会看一下这台药也是 我们看一下台药 台药其实更快 台药其实它也是 它我在猜测 它应该是第一季的作帐标的 因为你看到 它的这个投信买得更夸张 它比这个经商店买得更夸张 因为你看到这个 它不是被动型买上去的 它是主动型买上去 作帐成这个样子 我认为有持续作帐的可能性 好 谢谢冠卿老师的简细 我们请冠卿老师先请回座 好 第二季的关键字 还是没有少掉AI 当然PCB族群 还有DDR5也可以值得关注 但是接下来台北股市 走到第二季之后 有没有什么重要大事 可以带动题材发威呢 先休息一下 前线百分百 马上回来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